哈囉大家好 這是我在波蘭的家 小小的一個 波蘭學徒家的大門 就是有寫這個很奇怪 這個就是 拉丁文的鎖寫 Christus Manzionem Benedicat 意思是說 基督降伏這個家庭 好 我們進去看看喔 我們家不是我們的 好 首先就一個小小的空間 我們鞋子是在這邊躲的 波蘭客廳就算是一個房間 所以比方說 如果人家說我們家有三房 就包括了客廳 那波蘭的客廳一定有一個 沙發床 那我們家就有客廳跟餐廳 連在一起的空間比較大一點 然後很多獨棟的或是別墅 都有壁爐 這是壁爐 很可愛的壁爐 波蘭廚房 跟台灣不一樣的一點 就是沒有跟陽台連在一起 還有一點不一樣的 就是波蘭家基本配備 就是一定要有烤箱 沒有烤箱 就不等於是廚房 這是我跟小愛的房間 然後這邊 其實藏了三張床 真的 雖然空間有 有一點小啦 但是不然就不太喜歡 把那個空間用床去佔用 所以 第一張床就是上面這邊很明顯 就是一張床嘛 然後第二張床是在下面拿出來的 第三張就是從這邊拿出來的 我稍微示範一下 這邊 拉出來 這邊 就是另外一張床 我家還有一個 神秘小房間 太高級了吧 太高級了吧 這邊就是我們家前面 大概七分鐘吧 就可以走不到超市 還有一些麵包店 還有一些其他的商店 還有郵局什麼的 之後再 Stress 那邊 先認識我的 最後一張床 拍招呼 我家前往 有幾個 我們討論 一個 定位 結婚 那邊 那個 我家會